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会比较开心的 他就说从我小时候他就喜欢上我 但是那时候我还在读书 他很想和我说话 但是我们都还不成熟 所以他把那话憋在他的心里 我就觉得我在我不懂事的背后 还有一个这么喜欢我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我有在尝试着你到我工地上做饭 还记得吃你做的第一餐饭的时候 还蛮好吃的 我就说要一辈子吃你做的饭 他做饭嘛 好吃啊 就想吃一辈子 后来家里就一个孩子 你还在这里的公司上班 找出晚归的 看到你那么辛苦 我的心里也不是很好受 你总笑着说 没事 挺挺就过去了 孩子今后用钱的地方会很多的 2012年的时候 我们家小龙出生了 家里真的是 已是多了许多的家务 你从那时期就没有去审判了 我已发现家庭真的立不开你了 老婆你辛苦了 你和我在一起12年的 在12年里 我的一时起居全部由你照顾 我的家庭因为你的到来而改变 变得更加温暖和幸福 我内心都觉得有愧于你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会更加恩爱 更加幸福 白头到老 福利福气 我们都会更加理解和包容对方 爸爸的幸福 非常实际 又感动 我觉得我的付出 是值得的 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更需要我 我的付出 能得到他们的爱 我也感到非常幸福 优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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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